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次就有一位学长他就问说 那那个线我不想要 那如果你本来在定义你的样式档案 没有那条线 你就不会遇到这个问题了 这样了解 好 不过我等一下还是想要教你这件事 就是那只是一个动作 要要把它没有线就全部都没有线 要有线就全部都有线 那你会说这个为什么没有线 那是因为你没有打这个三支一的内容文字 你看嘛我现在Enter 他是不是那条线就出来了 好 例如说学历学历学历 这是内容文字 好了他问的问题 我就直接告诉你 就是说那条横线怎么全部都拿掉 你要分标题一的横线跟标题二的横线 好 滑鼠右键 滑鼠右键 点选样式里面的标题一 修改 然后因为那是横线对不对 横线这边刚好都没有 那我就要去用其他格式 其他格式里面 请问你觉得要选哪一个 框线 对 对框线 框线里面请选5 刚刚这边我们看到他用的是制定一条横线 好 那我们的框线设为5 然后确定 确定 标题一拿掉了 可是标题二没有拿掉 我就不想要做了 所有的标题一那个底线都会被拿掉 请问一下这个档案我就关掉了 把刚刚那个档案 有加那个日期0416这个档案叫出来 我们要继续讲 这份文件还没讲完 请问一下 这份文件 这份文件我们大致上讲到这边 已经把文字的标准化 标题文字定义好了 内容文字定义好了 我们还差什么 我应该就可以来去做目录了 所以我想 现在我们应该先做一下目录 请问目录应该坐在这份文件的最上面 还是最下面 还是随便中间任何一个地方 最上面 对不对 好 那请问你会不会到最上面 就在这里 就是你一刚开始打开 第一个段落 游标停留在的这个位置 这就是文件一刚开始处 好 这是预设的 预设 好 请将游标落在这边 我要指定到文章一刚开始的地方 然后请你按一个Enter键 当你现在按Enter键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上面多了一个段落 你没办法选这个1的前面 知道吗 这边是多层次清单 创作出来的 记得吧 好 所以你游标第一个字是这个地方 当你按Enter之后 它会创造一个什么 这是什么 内文段落 这是预设的 所以你看 当你今天开一个新的档案的时候 是不是就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它会先给你一个空白的段落 好 我想这应该没问题 但是2016不是这样子 这边有一点点差别 如果你是标题1 它这边创造出来就是标题1 2019 不管你在就是 就是这边不管你是什么 它一定都给你内文段落 那如果这是标题 就是创作出来 如果是标题 它会长这个样子 那你就只好怎么样 就点一下内文就好了 听得懂哦 如果是2016 你就只有这 这一点点的差别 那请注意一下 这是目录嘛 所以我干脆就 在这个地方多按几个Enter 请输入目录 我要把所有的标题1标题2 都放在目录里面 好 我现在要带你们做一遍了 首先 目录在参考资料 那你一定会说 为什么 对不对 以前他都放在插入 请问一下 你们 你们以前怎么做目录的 不可能自己打字吧 好 那你们一定 就是今天 今天上完课 你一定会很感谢 那个 那个主办人员李小姐 这个目录 千万不要自己打字 一定要它自动产生出来 这样做 参考资料 目录 然后制定目录 然后确定 确定 我要告诉你的重点不是这一个 我要告诉你的重点 这是错的 这是错的页嘛 这样了解吗 请问一下 谁的 谁的 那个目录 不是从一开始 这不是对不起 应该是说 第一章 成功简报关键篇 请问这是第一页 对不对 可是他现在没有做错 现在他是不是在这边 现在他是不是在第二页 对吧 你看游标在这边 他告诉你他在第二页 好 并没有错 并没有错 但是 但是你要知道 这就是一个很基本的 大的错误了 这样可以了解吗 这等下我们全部都要改掉 都是自动的去改 千万不要在那边 你千万不要在这边 把这个2删掉 然后自己输入1 那请问这是在第几页 你是不是要下去看 看完之后 回来这边删掉 然后再输入一个数字上去 这样理解吗 千万不要做这种事 除非 除非 不想要各位 不想要各位 因为有时候 我们会把附录打到另外一本 附录 就是 我的计划已经厚厚200页了 我再放个100页的附录 但是我把那个附录放到另外一本 这个时候 请问你页码要放什么 这时候 这个你要放什么 你要写 建附录册 这个地方你不要去放那个 附录册的第一 那是没有意义 你要写建附录册 可以吗 就是 会有这种情形 好 就提供给你们参考 但是另外一种解决的方式了 就是 会把那个附录啊 最后一页 就是建立一个标题1 附录 就是 假设是 9 顿号附录 然后9之1 新进人员什么 9之2什么 我们只打这样子的内容 定义好标题 然后让他这边出现那个 最后那页的页码就好了 也有 也有这样做的 因为附录不是这边的重点 这样理解哦 好 那我们等一下就一定要把他 一定要想办法改成是 1就对了 可以哦 现在这是不对的 好了 我先不管怎么样 你要记住一件事情 假如我现在 我们把这个 这个 工作管理效率篇 好 来 Ctrl鍵按住 点 工作管理效率篇 就可以快速跳到 这一个地方 好 首先 首先 我们来把工作 改成什么 outlook 好不好 outlook 就是 out out 或者是工作两个字删掉 我觉得都无所谓 可是我现在只是要告诉你 内文修改 我的目录要自动修改 可以吗 好 这个功能叫更新 滑鼠右键 对 对着这一个滑鼠右键 他叫更新 不是更新目录 他叫更新功能变数 来点选更新功能变数 然后更新整个目录 确定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2 这边自动修改了 这样了解哦 这个是最常看到 可是我要告诉你 真正重点是后面那个页嘛 对 我们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很重要的事情 例如说请看这个1 请看这个1 他接在目录的下面 然后请扁这个2 奥陆克管理功 管理效率提升篇 他接在 第一章 最后一节一之时的后面 我稍微缩小一点给你看 有看到吗 他放 放在这边第三章 他有标在这里 他放在什么 他放在 第二之二节的 最后面 对不对 请问一下 通常我们会希望新的一章 新的一个标题 一在新的一页开始 对不对 好 以前你要怎么做 你不认识我的时候 你要怎么做 有标是不是放在这边 然后 Enter Enter 插入分页 插入分页符号 对 对 很安静 很甜 好 我要告诉你 我不会这样教你的 请问你有7个段 7个标题 你要做7次对不对 对吧 你有20个标题 你就要做20次 我们人生 应该要 学点自动化 然后 把那个 多余的时间拿来 稍微 喝喝茶聊聊天 不应该在那边一直按Enter 或者是做重复的事情 记得你下次一直在 做重复 重复复制贴帐 不是一直重复做吗 你就可以问一下说 有没有比较快的方法 我刚刚不是在讲自动化 就是要教你这件事 好 怎么做 1 点选 我现在要做什么事 就是每一个标题1 从新的一页开始 是这样做的 1点选常用 2 滑鼠右键点选标题1 滑鼠右键点选 样式里面的标题1 右键哦 3 修改 可以吗 接下来麻烦请点格式 第4个动作 请点格式 格式里面有一个叫段落 有一个叫段落 好 请问一下 分页有看到吗 分页的设定在这里 分行与分页设定 6 请点分行与分页设定标签 请问要勾拿一项 请问要勾拿一项 段落前分页 有没有看到 慢慢找 第4个就会找到了 段落前分页要打勾 然后 确定 第8 确定 第9 还是确定 你就做完了 假设你有20个 标题1 全部做完了 就是做一次就全部都做完了 可以吗 从你们脸上面带 些许的微笑 我就可想你们之前痛苦了多久 好了 这很重要 今天教的这些东西 真的 就是麻烦 反正我都不会教你按英特就对了 好 我们现在检查一下 第一个标题1 他的前面尽管控很大 他还是跑到新的一页开始 第二个标题1 他也是从新的一页开始 第三个标题1 他也是从新的一页开始 因此类退了 我就不再逐一检查了 就是当你做完 我知道你一定会习惯逐一检查 那现在 你就看看挑几个来检查一下 你就知道自己做的是对的 还是错的 我们现在来去更新我们的目录了 目录的页码一定改了 所以记得滑鼠右键 滑鼠右键点选目录任何一个地方 然后更新功能变数 然后更新整个目录确定 其实你不想要这样做 那就请你用 如果说 你知道怎么做目录 就会知道怎么做更新目录 这是2016以后很重要的一个改变 如果你用2013 Word2013版 插入目录 再插入底下 然后更新目录 是在格式底下 这样了解吗 格式功能标签跟插入功能标签是不一样的意思 好 但是现在 他认为 通通你要做 你要做更新目录 他就放在 目录的 隔壁有看到吗 目录的旁边有一个叫更新目录 本来就应该这样子嘛 但是 我们没有这种时间去上面找功能 请你现在看一下我的第一 就是内文的 内文的成功简报关键编 它变成3了 这个3其实是不对的 好 可是我们现在没办法 因为我们现在连页码都还没编给他 对不对 好 不急 可是我想先问一下 我们有了目录 就是一份文件 有很多很多内文 你创造完毕之后 有加了正确的标题 定义标题 文字 次标题文字 然后接下来你做好了 那个编号的设定 好 这都没有问题了 然后接下来 你把这些定义好变成目录 目录 在前面应该有一个封面页 所以我们把封面页给完成 至少一个长文件的样子就出来了 请你随便将游标 就是拉到任何一格无所谓 我只是要让你知道 封面页不管你游标在哪里 它都可以自动就是帮你呈现在第一页 绝对没有在什么中间任何一页 可是之前的版本它可以 这是很奇怪的设计 好 还有 现在如果你开的是DOC也可以 知道吗 因为DOC跟DOCX就是不一样 好 如果你开的是DOCX 它只准许封面页在第一页 所以你看我现在游标并不是落在第一页 对不对 好 请各位点选 插入第一个功能封面页 请你随便挑一个 挑一个尽量挑那个 就是比较工工整整 例如说我挑这一个好了 我挑这一个 然后文件标题给它 Wordtip 40 好 Wordtip 40 不对 应该是40tips 应该这样比比较好 好就是标题啦 就是Wordt 40个很重要的标题 这是我们的标题 这是我们一本书上封面的那个书名 或者是计划的名称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页是不是在第一页 是的 你先看一下 第一页 是封面 第二页 目录 所以目录这时候要在做什么事了 更新目录 所以如果说 如果说啦 你在存档前 我相信 你一定 会做的最后一件事 就是更新目录 因为那个 页嘛很有可能会跑掉 好 滑鼠右键 更新 更新功能变数 更新 整个目录 确定 你一定知道一本书的封面 一本书的封面 我跟各位的方向是一样 请问封面 是在右边还是左边 就一本书打开的话 那就要牵涉到你是左翻书 还是右翻书 对吧 好 如果是左翻书 我们的封面 一定是设计在右边为 激素页一刚开始 可以吗 好 那所以你打开来 等于说封面的 另外一边 偶数页 它是一片空白 对吧 这样听得懂 就看你的编排要 要不要做什么 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 目录的第一页一定是在右边 可以吗 所以 一通常有些人会设计在这边 就是页嘛 这等一下就会跟你讲怎么设计 但是为了我们今天上个方便 我们就不管左右 我们就设计在这边 绝对不会有错 因为现在所有的计划都是这样设计的 根本就不用什么右翻左翻了 反正我们就设计在这边 只是我只是要告诉你 假设你有三页目录 你要塞 你要塞第四页 空白 反正就是一定都要做偶数 封面 就是这个页 目录 偶数页 可以了解 所有的第一页都要在右边就对了 因为接下来的重点是在页嘛 页嘛很重要 那个 目录这边的3这是错误的 绝对不能是3 一定要是1 就内文的第1页一定是1 没有人从第3页开始 也不会有第0页开始 页嘛 第二 你 内文目录就完 可是我们还会有图目录跟表目录 你不能不做 对吧 没有影片目录 是因为我们是 那个 纸张的 一个输出 所以他不可能 在纸上面有影片呈现 所以没有影片 可是如果 如果你该知道就是未来 我们是电子书的时代 那就会有影片目录了 对吧 好 那 再来 我们图目录 表目录做完 我们还要再讲 复录 你不可能没有复录啊 好 而且我现在所讲的复录 还不是 reference 参考文件 参考别人的论文 我不是要讲那一块 我是要讲 可能你要附上 其他文件 这种其他文件 怎么插入进去 好 那 请注意哦 其他文件 我们是放在内容文件 就是那个 附录一 什么 附录二 我们是放在整个 内容文件的最后面 所以 没有附录的页码 附录的页码 它就会直接在原本的 内容页码 这边没有单独出 附录页码 但是 为什么又会有听过附录页码 那是因为 当它整理变成一个新的一本的时候 它自己本身也应该要有页码 好 那就要看你们实际的应用了 那我们现在就先来观看一下 首先 页码的设定 绝对是 重点 非常重要的重点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请问一下 我们在 这边如果要设计页码 我们要先知道我们现在的 长文件分 三部分 第一部分 封面 第二部分 目录 第三部分就是这些内文 是不是三个部分 好 这三个部分 我要把它分解 我要插入那个分解符号 就是 变成两截 对不起 变成三截了 就是说 我要插入两个分解符号 在 封面跟 目录 之间 我插入一个分解 然后 在 目录 这后面 跟内文 之前 我插入一个分解 那什么叫分解 分解的意思就是说 我在同一节里面 我只能设定 同一种页码 那因为 我 三 我这三部分 第一部分 封面 他没有页码 然后 目录 目录的页码是一个小写的I 而且是要协体 这是规定 好 这是论文的规定 那你们可以不要协体 可是你要知道为什么是小写的I 因为I是意大利 罗马文字的I I 那 我们又不想要用大写的 大写的I 大写的I不就像I吗 对不对 就怕混淆在一起了 好 所以我们就改成小写 因为小写它上面有一个点 这样是比较容易区分的 好 了解了这个概念之后 我们现在 还要知道说 内文的页码是阿拉伯数字123的I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三个部分 页码都是不一样的呈现 好 所以我一定要透过分解符号 那 首先第一个在 在这个目录前 我稍微把它放大 我是不是要在这个目录 这个目这个字的前面 我要插入一个分解符号下一页 对不对 分解符号下一页 也就是说 在我的封面页跟目录页中间插入分解符号 所以我先将游标落在目录的目前面 然后板面配置 然后板面配置 请你一定要放在这个目录的目前面 然后 二 板面配置里面的分格符号 分格符号 请选分解符号下一页 好 请点它 那请问你做完这件事情之后 请你上去看这边 它本身有一个分页符号 这个分页符号可以把它删掉 我刚刚做的 它会放在这里 分解符号下一页 有看到吗 好 你可能有一个功能没有打开 我现在打开给你看 在常用 常用这边有一个叫显示与隐藏 这个显示与隐藏是 显示段落符号 显示定位点符号 你看 当我关掉的时候 这边根本就什么都没有 当我点它的时候 这边是不是看到黑黑的字 为了我上课方便 我稍微把我底色改一下 就是 你应该知道这是封面页 所以我把封面页换一下 插入封面页 就是你再插入一个封面页 它就直接把你原本的封面页换掉了 我换成比较容易看的这一种 好 然后我把常用底下 但这一个有一个小问题 我还是 换成这个好了 换成这个 至少这底色是白色 可以看到吗 这边有一个分解符号下一页 我还要再插入一个分解符号 那就是这个位置 其实你也可以在这边插入 可是你在这边插入 它就会把这个段落挤到下 下一个地方 下一页的开始 好 所以我喜欢在这个地方 而且应该要在这个地方 而且应该要在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之前我就分解了 好 所以游标在这里 然后点选 版面配置 分格符号 下 分解符号的下一页 来往上看一下 这边就多了 这个 重点 重点是 重点是我这一个的前面 前面一页的最尾巴 这边就会多了 这个分解符号下一页 好 这样我就有三节 有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可以 好 再接下来我们要跟你分享 那 我要插入页吗 我要插入页吗 我们应该是怎么做插入页吗 因为我这边我都没有页吗 封面页没有页吗 目录页没有页吗 还有这个 内文页也没有内吗 所以我是不是要插入页吗进去 所以我们现在就 先交插入页吗 那插入页吗 通常我们是不是在 就是一刚开始第一页这边 对不对 好 好 请点插入页吗 就是你请将游标落在最前面第一页 其实你不管落在第第几页啦 反正他都会一并帮你去插入 来 请将游标落到第一页的位置 然后点选插入 页嘛 然后请选页面底端的中间叫存数字2 那你应该要知道一件事情 你应该要知道一件事情 电脑的计算 它是从零开始 但是它这边它呈现地零页 地零页意思就是说 它知道这一页是封面页 那这一个呢 这个它是不是也是叫做地零页 这个 这个 内文 下面也是地零页 因为你要知道 原预设 电脑的开始的数字是从零开始 好 反正我的意思是要告诉各位 我就是要修改它 三个不同的结 我要设三种不同的页嘛 例如说 第一封面页没有页嘛 这就一种啦 没有页嘛也算是一种 好 那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你有没有看到有一个东西叫铜钱 对不对 这个铜钱很讨厌 因为我的目录 目录 的页嘛 铜钱 那如果说目录的页嘛 铜钱 那不就是封面没有页嘛 我的目录也没有页嘛 对吧 那这是不是就错了 你至少要有页嘛 我才能够去修改它 你没有页嘛 我怎么修改 好 那请问一下第三节 第三节 是不是 也有这个铜钱 第三节的页嘛 也有铜钱 那如果说我们正规要设计 我们是从 封面页开始往下设计 页嘛 还是应该从最后面这一个 例如说内文 设计好页嘛 再往前设计 目录的页嘛 再往前设计 封面的页嘛 应该是要颠倒过来设计 就是 我要先把这个铜钱拿掉 设定好内文目录 再往前设定目录 的页嘛 再往前设计封面的页嘛 反正我的意思是说 我现在是不是要编辑这三节的页嘛 我就先从第三节 开始往前修改 这边请你稍微知道这个小技巧而已 好了 那什么叫从第三节开始设计 那就请你往下卷动 往下卷动到你的第一页 内文 第一页 然后接下来 各位看得到 对不起 放太大了 好 我 请你们先 改到 第一页 就是 内文的第一页 下面 请你先到这个地方 可以吗 因为我说先改 第三节 也就是内文 内容文字 这一节 的页嘛 那 所以就请你先到这个地方 首先 选到他 选到 选到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页嘛 是零 然后 然后请把铜钱关掉 铜钱在这里 如果说你选到这个页嘛了 铜钱在这里 连结到前一节 连结到前一节就是铜钱 请把它关掉 你一关掉 这个铜钱就不见了 然后 接下来呢 选到这个文字 选到这个页嘛 页嘛 我要去 一样在那个 页手及页尾工具的页嘛 去做页嘛格式的修改 页嘛格式知道是什么吗 例如说我要他要不要变成鞋体啊 字要不要大一点啊 这都是格式的设计 来请点页嘛格式 页嘛格式 第一个 第一个 你一定要把这个起始页嘛设为一开始 就是 我们通常没有人设从零开始 可以哦 好 所以这个 起始页嘛一定要改成一 再来 再来我们这个页嘛 通常啊 通常就是阿拉伯数字的一二三 好 那如果说你可以 因为有些人 有些人他会呈现那个 章节的 大写的一 对不对 大写的一 它是指这个 包含章节的编号 那我们这边就不放了 好 那我们就直接放那个 按确定就好了 然后我希望把这个字稍微变大一点 因为方便 方便我展示给大家看 所以 请把这个字 例如说射到18 因为等一下我的那个目录 我要出现这个一 我只是为了让你们 比较清楚的看到 通常 请问一下 那文字是12 夜码要射多大 请你用预设 这是不需要改的 好 然后 请你往下卷动 请你往下卷动 请问一下 这里 这是不是第三节 第三节 好 请注意 刚刚你设计的也是第三节 但是我说它是第一页 可以理解吗 第三节的第一个 页 里面的页 我设计好了 可是 那你一定会 就是说 那为什么第二节是空的 为什么 你记不记得 因为我刚刚有跟你分享 就是说 我们的书本 因为如果是左翻的书 那我们的基数页 一定在右边 有时候我们要刻意设计 那就是偶数页 好 显然这边 这边我们要再重新插入 就是游标落在这个地方 游标落在这个地方 请先把第三节 第二页的这个铜钱给关掉 连结到前一节 连结到前一节是目录那一节 对不对 我要先把它关掉 接下来麻烦请插入 页码 记得吗 插入页码 然后请选页面底端 中间 而且这个字很小 所以建议各位 一样 刚刚它叫16 你这边也是设16 而且它一定是设2 好了 第三页它就是3 你卷轴往下 它是3 第四页它就是4 它只有 第三节就只有给你设定 第一面跟第二面 也就是激素 偶素 的差别 激素面 偶素面 的第一页 你可以手动设定 它就是为了让你激素页 设页码在右下角 偶素页 因为翻过来了 在 左下角 它只是为了做这件事 然后接下来 我们现在只是设计 设计完第三节 那是不是还有第二节 好 来往上卷动 往上卷动 请先设定 目录的第一页 页尾 可以吗 在这里 目录的第一页 页尾 请一样选到这个 这个0 请把铜钱关掉 各位这个铜钱 非常有意义 因为封面没有 页码 如果说你设定 你设定 这个地方把这个0删掉 那这边就变没有了 对不对 没有页码 你怎么把它设定成小写的I 对不对 好 来 请把 请把这个铜钱关掉 关掉之后 我们 就是点那个连结到前一截 把他关掉 他这个铜钱就没有了 然后 接下来就是这个0 这个0 我们又要去设定 设定这个页尾里面 这个0 就是页码 页码的格式 所以请点页码 底下的页码格式 在页码格式这边 在页码格式这边 请注意 我们一样 起始页是从1开始 起始页是从1 那在哪里可以修改 变成小写I那个符号 在这里 在数字格式 数字格式 请往下卷动 选这个小写的I 小写的I 确定 好 一样 我习惯把 这个 方便各位观看 所以我把这个页码 页码大小 射成16 这个看起来就 小写的I就清楚多了 好 这是目录的第一页 好 往下 第二页是不是 目录的 目录的第二页 是不是还有一个铜钱 一样 请把铜钱关掉 就是把那个连结到前一截关掉 游标 你只要落在 目录 第二页的页尾 请把铜钱关掉 关掉之后做什么 一样 插入 底下的页码 页面底端 三的中间 然后记得 记得 你现在 你现在 那个 他一定会放小写的I I 你就只需要把这个字 稍微变大一点 例如说变成16 当你铜钱关掉 你现在插入的页码 他只会用这一截 这一截的基本样式 所以第一页 第一页是小写的I 第二页也是小写的I 这种样式 好了 最后一个动作 最后一个动作 封面页 封面页这边是不是看到0 他没有铜钱 他也不需要页码 所以就直接把它给删掉就好了 选到这个0 Delete 好了 大功告成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关闭 关闭页手机页尾 你看一下 在第一页里面 这个word 40 tips 然后下面是没有页码的 再来 这是目录页 目录页它是从I开始 然后 然后接下来内文 它是从1开始 对不对 好 现在我们要做什么事了 更新目录 记得吗 我们要去看我们到底 这样子努力的做完之后 能不能得到正确的答案 千万不可用手动修改页 好 滑鼠右键 点选目录任何一个地方 然后更新功能变速 更新整个目录 确定 你看现在目录的1 一定是从第一页开始 这才是我们要的 可以 那你一定会说 刚刚那个目录的夜码设定 还有 那个内文的夜码设定 还有封面的夜码设定 很花时间 对不对 可是没有办法 他就必须要 这样子的辛苦走这一遍 其实 不难 只是有一个小技巧 要从内文 再到目录 再到封面的修改 请你一定要记住这件事 请问一下 在我们这一个 这一个文章里面 我们应该可以知道有目录 对不对 那目录 其实有分内文目录 图目录 表目录 那 图目录 图目录的 图标文字 是放在图片的上面还是下面 表格 也有表格的 表 标文字 是 请问要放在表格的 表格的上面 还是表格的下面做说明 这都是固定的 这不是我高兴想怎么放就怎么放 可是这是可以理解的 可以了解 图的图标文字 一定放在下面 因为 因为图片 图片有时候我们要花很多 文字叙述 对吧 那 通常表格 表格已经都是文字 都是数字了 他比较不太需要再额外说明 这个栏是什么 那个栏是什么意思 对不对 所以 表格的 标题文字 就是 呃 标号的文字 他是放在表格的上面 可以吗 应该 请你用逻辑的概念来去理解 就是 不要实际 你实际的话你就会 就会 没有一个顺序性 我喜欢 我喜欢是理解 这样可以理解 好 好了 那再请问一下 那 目录 是内文目录放在最先 因为他最重要 接下来呢 是放图目录 接下来再放表目录 能不能随便 先放表目录 再放图目录 再放内文目录 不行 好 大家是这样放的 只是先放内文目录 再放图目录 再放表目录 你看 有没有讲表图 没有 都是图表 就是图片 表格 我们讲的顺序都是这个样子 麻烦请你先到 这个 一 成功简报关键篇 针对这张图片 针对这张图片 如果你 用右键 点图片 你会发现他有一个新的 他有一个功能叫 插入标号 插入标号 他其实是在什么地方 他在那个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插入标号 我只是要告诉你说 其实可以用右键就尽量用右键 你未必都要上去找 功能 好 来滑鼠右键 请点第一张图片 然后插入标号 那通常 通常在这个地方 因为上次我已经做过这一台了 好 我们 我们 我想请问一下 通常 我们 单位 就是正机会 我们希望放的是 figure 还是图 图 中文字嘛 对不对 这应该 这应该 这是一个约定成熟 就是 假设有一个单位他要求 而且一定是图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写中文的计划 你要是写英文的计划 当然就是放figure 好 这我想没问题 可是我要跟你们讨论是图还是图片 只能一种哦 你不要说 没关系 什么第一组做图 然后第二组做图片 这样就不好了 对不对 好 请问你觉得要用图还是图片 图 对不对 好 例如说图 图 对不对 这样就好了 不用这么麻烦 就是 如果 可以的话 我觉得尽可能用一个字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建议各位 因为我已经有了 这边新增标签 你可以直接输入图 可是 可是我这边 我只要用选择的方式就好了 选 针对这个档案有看到吗 图 就是如果说你没有麻烦 请你先新增 新增标签 好 然后请注意一下 图1 好 我建议各位是放一个点 然后空一格 为什么 因为点是英文的符号 然后只要是英文字跟中文字 中间就是要一个空格就对了 这是大家应该要知道的常识 不管它在什么地方 我们都是用一字的标准就对了 然后通常这个地方是最多人会 就是发现那个中文字 就是撑吃不齐 就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请你们稍微注意一下 这是要人工来去检查的 然后呢 这张图 假设我们是做什么 这是范本 好 新增范本 请输入新增范本 而且请注意 图标文字 我们就是要放在位置是图片的下面 这是固定的 这是固定 请问可不可以放在图选取的项目之上 可以 但是就跟别人放置的位置不一样 更不好的就是一下在下面 一下在上面 那一定被推荐的 你要知道 假设我今天我要刊登一篇 Nature的文章 我第一关 我样式没有按照他出版的 Template 标准样式 对不起 我连投稿都不会成功 先不管内容了 这样理解我现在说什么 因为他的最终目的 是不是要排版出电子书 他不想要浪费很多时间 在排版上 所以他就会要求你 你这个约定好的图标文字 就是要放在选取项目的下面 好 那你会说 为什么 这就是请你一定要去再回想一下 因为这真的图搜文字 我们可以放很多文字 好 很像那个柱角 柱角各位不晓得知不知道 好 那我们现在就 设定为选取项目之下 然后确定 好 那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像昨天就有同学 就是 不是 13号就有学长问 说他希望这个图 至中 图标文字至中 对吧 可是 我绝对同意 我绝对同意你这样子一个做法 但是 请你稍微知道一下 那要做修改 你就变成新增一个样式了 要新增一个新的图片至中的样式 因为你说的图片至中可以用 你还有表格至中是可以用的 但是请注意 通常 如果说 如果说以我做的表格 我就会跟文字同宽 因为真的沃德里面他有这种 如果是表格的话 这个是表格吗 我现在是不是不不一样宽 对不对 好 其实他在这个地方 他有一个我觉得我 我个人是觉得 还蛮不错的设计 他这边叫 版面配置 自动调整 自动调整成什么 调整成 那个有内容大小跟视窗大小 我都是把它变成视窗大小 听得懂 这个设计是好的设计 就是 就是把那个表格想象成 就是 很工整的文字 好 晚一点 如果说各位真的需要把他真的做一个自中的新样式 我们再去研究好了 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这是图一的图标文字 第二章我们刻意先跳过 我请你们要先设计第三章 因为我的意思是说 我先设定好第一章 再设定第三章 再设定第二章的图标文字 看看他能不能自动的修改 一定可以自动修改 不然我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好 来 滑鼠右键 请点第三章图片 然后插入标号 他一定出现图2 当然请输入一个点一个空白 好 这个是文字艺术师 来 麻烦请输入 文字艺术师 一样放在图的项目之下 确定 好 这是图2 因为你第二个设计的图标文字 好 现在我们重新 我们再来设计第二章图片 第二章图片请用滑鼠右键 然后插入标号 可以吗 他又又变成图2了 那显然下面那一个原本的图2 是不是就会自动改成图3 会 一定要会 好 这个我想花那么多钱买的软体 他这个这点应该是不会做错的 所以请把这图2一点一个空白 我先刻意漏打这个空白 因为我等一下我想给你们看 那个撑吃不齐 好 图2图2我们叫做 转换成Smart 这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 非常久之前就有的 转换成Smart 他就是我们在介绍简报 非常重要的一个所谓的图解 图解说明 好 提供给你参考 这非常重要 好了 一样是放在图的选取项目之下 确定 好 他已经变成图2了 那你下面这张就要变成图3 对吧 这是自动的 你不用在手动在那边 如果你自己打 你自己打 如果说真的他没有改变 那请你要对着这个灰色 对着这个灰色 就是这个Smart 滑锁右键对着他点 他有一个叫更新功能变数 听得懂吗 如果你发现那个图标的 阿拉伯数字是错的 你就要去做这件事更新功能变数 他就会从头到尾帮你再排一次 好 如果说当你今天真的很多的时候 他没有侦测到正确的时候 你可以手动做修改 正常来说不用你花这种时间来去做这件事 好 我再稍微跟你讲一下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图2点 然后就直接接文字了 因为我希望 我不晓得 我觉得说 我希望我做出来这一次写好的计划 跟下一次写好的计划 都是要一致的 所以我只能够先定出这个标准 然后我定出这个标准之后 然后我就这样子要求我的 例如说学弟或是学妹 他每次做出来的东西 我都必须 首先我绝对不允许 我要帮他按Enter或按空白键 听得懂吗 就代表他做的方法 是我不能接受的 我可以自动帮他改 好 但是我绝对不能接受 你按空白键 我就会告诉他 请你看我什么影片 这样他就会去看了 好 所以也许 也许 我觉得标准化是真的有必要的 不能够因人 然后做出来的目录 长的样子都不一样 好了 请问我现在是不是要把这个图目录完成 所以我们来看 如何制作图目录 请问如果要做图目 对不起 对不起 如果说我们现在来去看这个图目录 图目录是不是要做在什么 内文目录的下面 所以我是不是要在这个地方 我要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要在插入 我是不是要在 例如说好了 因为图目录跟什么目录 内文目录 它的页 都是用小写的i 你当然也可以在这个地方 可是我希望说你在这边做 我会希望说你不要接续着内文目录 应该从新的一页开始 对吧 好 可是可是因为图目录 也是从第一页开始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还是用最标准 就是分解来做 好 游标放在这个地方 游标放在就是内文第一个字 内文第一个字 就是标题1的前面 绝对不是这个1的前面 是这个成功的成前面 按一下Enter 你看这边它变成什么了 它是不是变成一个新的标题1了 请记得把这个标题1改成内文 然后按Enter 可以吗 这边是内文目录 所以这个叫做图目录 那图目录建议各位 建议各位 在这个地方我要做什么事情 好 等一下你再去做好了 因为 先做完图目录再做分解 5号 请问接下来这边是不是要放图目录 图目录的做法 一样是在版面配置 是在参考资料 记得刚刚做目录 是不是在参考资料下面 去目录 新增目录 那现在参考资料在这里 插入图表目录 然后请选这个标题 标题的标签一定要选择图 这边有像什么 什么 标签或者方程式表表格图 好 请选择图 然后点选确定 各位 你不要小看 我稍微放大一点点 各位看 你不要小看这个 这个 心跟文 它切得齐齐的 这个转 是不是 感觉是突出了 对不对 你不要小看这一件事情 我在办国际研讨会的时候 我每一个讲者 出现的第一张 标题 标题页 我都把它设计成 开始的位置 上下距离 全部都要一模一样 反正就是 你要知道说 我觉得说一个标准 不要给人感觉 那个 很乱 各位 你有没有发现 这边少了一个空白 要去哪里修改 下面 好 Ctrl 键按住 然后点这个 转换成Smart Art 然后 请在这个 转 转这个字的前面 补一个空白 然后上面去更新 这个图目录 图目录 好 我稍微缩小一下 好 滑鼠右键 更新功能变数 然后更新整个目录 这边是不是就排列比较整齐了 我要告诉你是这件事 你不要以为说这是小事 这也算是吹毛求疵吗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要做到的基本的事情 图目录完毕之后就是表目录了 可是我建议各位要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插入什么 插入一个版面配置 分隔符号 分节符号下一页 这个位置要插入一个分隔符号 为什么呢 这边就是一个 等于说是我现在总共有四节了 然后这个图目录 图目录有看到吗 他用的是不是上一节 因为我把铜钱关掉了 他用的是下一节 预设了 预设页码都是1 阿拉伯数字 好 所以记得要把它改成i 可以吗 图目录的那个页 只要是目录 我们都是用小写的i 就是让别人觉得说 这还不是正文的开始 好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就是快速点两下这个1 内文 内文前面的这个图目录 的页尾快速点两下 快速点两下 然后请注意 请把这个1选取起来 页码 页面格式 页码里面的页面格式 我们要改成 数字格是要改成那个i 确定 然后就可以关掉 关掉这个页首页尾 你关掉页首页尾 你还有一个更简单方式 就在内文的地方快速点两下 就切换回来了 好 接下来图目录讲完 我就要讲表目录 好 那我们现在就看表目录了 首先 首先这个是范本 范本类型 范本类型的表格 好 我们的图标 表标文字要放在上面 对不对 对 因为你们不回答 我就只好自文自导 对 我们那个表 表格的那个标题文字 或者是标的标 标头 对啊 标头 好 好 我们现在 你 你如果说你想要做 刚刚这一个参考资料 插入图表 插入标号 对不对 好 你在表格里面 你点它是不会有这个插入标号 这个功能 你只能在这个小小的这个 代表整个表格只有这个符号 滑鼠右键点它 这个左边有看到这个小小的这个十字 好 滑鼠右键点它 有没有看到插入标号 有没有看到插入标号 可以吗 插入标号 好 好 请把它改成表 如果你没有表 那就麻烦请你先新增 新增标签 请输入一个字表就好了 不要输入表格 好 然后接下来这个表1 一样一个点一个空格 好 请输入范本 范本类型 这无所谓 对啊 反正就是 我要放在 因为它是表 所以它预设是在表格的 就是选取这个项目的上面 然后图片 它就在选取这个范 这个项目的下面 这是各位一定要知道的 好 确定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表1 然后范本类型 好 请你们随便拉下来到 到一个地方随便 然后我们在这边插入一个表格 好不好 因为我好像只做了一个表格 所以我们再插入第二个表格 所以插入 可以吗 随便 随便你去挑一页 反正等一下我们去看那个页 是不是正确 好 插入表格 好 请你假设选 选择成这个样子好了 假设我们做阅历好了 1234567 7 蓝6列123456 好 然后 然后 然后这是日 这是一个月历 日 1 2 3 4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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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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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5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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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7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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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6 7 8 8 9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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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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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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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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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新的一页表目录 所以请将游标落在成功的成功简报关键天 也就是内文第一个段落 第一个字的前面 好Enter 然后一样请把它改成内文 就是请把你刚刚按一下Enter 它就在它的上面变成什么 第一个标题一了 好所以请把这个段落改成内文 好 然后接下来它叫做表目录 那表目录的话 这个目录是怎么产生的 这个目录怎么产生 好参考资料插入图表目录 这个标题标签请选择表 这跟刚刚唯一图目录的差别 刚刚图目录 刚刚图目录这边 是不是这里面应该有一个图 那一定会说奇怪了 这边怎么没有图了 因为你已经做了图的表签 图的目录 好所以请点表 然后确定我们只有两个 我们只有两个表格 好不要忘记了 这一节 请问做到这边了吗 有做到这边 接下来就是这一节 它还是一个独立的一节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让它变成一 否则的话 你的内文这一页就变成二了 这是不是就大错特错了 对不对 所以一定要记得分解把它断开 好所以游标请放在成功的层这个地方 然后做什么事 版面配置分格符号 然后去做分解符号下一页 好了 我这一个内文页还是从一开始 绝对不可以从二开始 好那上面这一个 上面这一个表目录 就请你一样修改 修改这一个页码格式 好快速点两下 选到这个一 这个灰色的一 就是针对这个表目录下面 下面 好这个一 我一定要修改它 怎么修改 修改在这里 请点选设计的页码 页码格式 好一样数值格式 请改成那个 罗马字的那个小写的i 然后确定 这样就好了 关闭 页首页尾 好原则上 原则上 我们从头来去看 就是第一个 第一个 这个封面页 好稍微缩小 封面页 好 这是封面页 封面页没有页吗 这边没有页吗 接下来呢 这是目录 目录 这是i 然后第二页 它是i 然后图目录 这边i 表目录 这个i 然后 内文目录 这是不是1 对不对 好 然后第二 第三 好 依此类推 接下来 请问 我们的这个目录的 我内文目录 是不是还是从第一页开始 对吧 这才是正确的结果 我们要看这样子的结果 而且这一切 如果说你要去内文里面修改 我这边目录 只要更新 它就调整好了 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好 讲到这边 讲到这边 然后 上次 有一位学长提了一个问题 他想要知道这个目录的字 有没有稍微大一点 有没有发现 他绿色的字其实是十一字型 好 等一下我们做 我们就希望把它改成十四 所以我现在就要教你说怎么做 不过通常 通常 我们会希望把这个字改成 大一点 这个字改成大一点 这个字 而例如说这个字十四 这一类的字十二 就是他把目录文字稍微区分 标题稍微大一点 就是如果他要做这样子的设计 其实是可以的 反正就是你要做就是做标准 千万不要做一件事 选到他改成十四 选到他第二个标题一 改成十四字型 选到第三个标题一 改成十四字型 可不可以这样做 可以 可是这样就不好了 对不对 就上师我今天来这边的主要目的 这样了解吗 就是不要用土法炼钢的方式 可是 假设万一现在是晚上十二点 就是你赖我 我可能不会毁你 对吧 那明天早上又要教 这个时候你还是只好用土法炼钢 这个时候我可以调 不行 这个不行调 嗯 这是真的不能调的 因为 教是什么 一之零一 一之零二 一之零九 一之一零 可是这个东西不是连续数字 这根本就是文字 因为零一是文字 同意吗 所以没办法做到这件事 当然了 土法炼钢可以 我现在要教各位 就是把这个目录文字 这个稍微变大一点 你看 现在大小大概是十二 十二 然后这个 也是十二 那能不能稍微把它变大一点呢 好 请问一下 首先你要选到目录 可是如果说你这样子选 请问你选到的是超连结 对不对 我稍微把它放大一点 我现在因为我要讲的是 我希望把这个标题一的目录文字 变大一点 例如说变成十六好了 好 所以呢 我就选到这几个字 好 我们现在打开来看 我到底选择到的是什么 我选择到的是超连结 可以吗 好 那如果我不选 我不选 你看 我现在游标在这个地方 它还是选到超连结 但事实上 我希望你选择的是这个 目录一 那怎么样选到目录一 好 例如说我现在 点到这个完整的 完整的 完整的这一个段落 他就选到了目录一 可以吗 我只是先告诉你说 那 这边 假设你今天你选 两个字 他为什么会选到超连结 你记不记得目录 他有一个参考 的功能 为什么叫参考资料 应该知道 他就是要让你先查到 快速的找到 他在第几页 你就开始去翻书了 这就是目录的主要功能 所以这个概念叫参考资料 那我们现在就来观看一下 选到成功 两个字 你是不是可以按Ctrl键 然后点它 它就快速跳过去了 那不是超连结是什么 对不对 所以这是超连结的概念 可是我现在我要修改 我要针对所有的目录一 一口气一致的修改 这个叫目录文字一 这个叫目录文字二 好 当然你可以直接在这边用滑鼠右键修改 目录一对不对 但是我会希望说你大概知道 这样子就可以选到目录一了 这样整个把这个标题一 产生出来的目录文字一 段落选取起来 它这边就会落在目录一 好 后面就简单了 滑鼠右键修改 滑鼠右键点选目录一修改 请问这个字 我希望变成16 那我是不是就点16 16 这个字就会变16 确定 它不是只有它修改 因为我修改是目录一 所以这个 这个也修改了 可以吗 可以吗 请问内文改这边 内文那个文字大小 它记不记得这个标题一 我原本是不是设16 对不对 没有关系 它不会记录你内文里面标题一的字形大小 所以这点是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这是我绝对有看过别人这样设计 就是那个目录里面 目录这是第一章 然后接下来这个是标题二 然后接下来它就做一个很大很大的这个字 然后接下来两个节放在这边 这个尤其在英文书里面经常看到 就是为了美观 可是你们知道这有什么意义 就是当我今天当我今天我在读一本书的时候 我们其实我会先去看这本书的那个最大的标题一文字 然后我先去想它的那个整个书本的逻辑 这样了解 就是大概你可以掌握到这本书去决定说我要怎么读它 或者是这本书大致上是不是你所要的 我们主要是去看那个大调文字 我还是要强调讲一下我的设计的精神 就是为了要让你能够怎么样 方便阅读 找到重点 如果说你掌握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设计的标准 我相信就可以抓得住读者 目录文字大小的调整在目录一 而且通常会修改只有它 只有标题一 没有标题二 标题二我们一般就会寓设为那个内文字的大小 我就要讲附录咯 请问一下这样子的话我是不是已经分成几节了 我分 我插入了四个节 一二三四 我插入了四个节 所以我分成五节了 对不对 第一个是封面 第二个是内文目录 第三图目录 第四表目录 第五内文 内文完毕之后我们会放附录 那如果说你今天写论文的话 你应该知道论文在那个目录之前 我们应该会有一个叫做大纲 甚至还会有人放什么 自卸 谢谢我的父亲 我的母亲 谢谢还有什么 所办 谁谁谁的协助帮忙 这样了解哦 我不知道为什么啊 就是说那个 学位论文前面都要放 可是那个一般的计划是不会放这个什么自卸 好 可是你们应该会放那个栽药 栽药好 又有问题来了 请问你是先放 因为我们通常哦 我不知道为什么哎 就是有人会要求要放英文栽药 好 那请问是先放中文栽药 再放英文栽药 对不对 因为你是写一个中文计划 因为 通常有人可能会去比对一下 看看你写的东西是不是 抄别抄袭别人的 但是 最重要的重点就是 可能还会有这个栽药这些东西 好 所以提供给你们参考 尤其是属于那种研究计划型的 就会有那个栽药这件事 有了这些架构之后 我们最后面可能就要讲附录 附录 有人会单独把它分解 有人不会 因为主要就是要看你的附录啦 附录如果很复杂的话 我们也只会放在最后面 所以我现在就要教你这件事 首先 麻烦请到文章的最后面 那就是卷轴拉到最下面 我们通常会这样做 我只是稍微上下想要隔开 假设我今天我这边是不是要输入附录 附录 接下来这边 我们就是要做 例如说两个附录 好 那例如说这叫附录 1 附录 因为 在这个地方我刚下载了两个 我就只想用这两个了 一个叫做什么 新进人员招募 简章 所以我会在这边 在这边 就直接把那个党名放在这里 好 但是 这是附录1 然后 接下来 接下来 还有附录2 附录2 附录2是什么 这个 好了 请稍微注意一下 这两个附录是 标题2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 你在这个地方 你在这个地方 这个东西其实是不需要的 可以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吗 就是 不要什么附录1 附录2 就是 这已经写了附录了 你这边下面又写附录1 不是重复 好 所以先把它删掉 然后 这个附录2 删掉 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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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记得 这边按一下 接下来 这边按一下 就是增加一个内文段落 这个 按一下 接下来 增加内文段落 好 我们这边那个上面的目录 还没有做更新哦 等一下一口气 最后再做更新就好了 因为 你要知道说 如何把那个附录文件 加进来 这我觉得比较重要 如果说 你的附录要加在整份文件的最后面 我真的有看过这样子的做法 就是 就是你要学会 他就把它做成 例如说 假设有两个附录 就是附录 一是 新进人员招募 第二个附录是 108年度辅助证券 期货新制推广活动 这个时候他有两份文件 但是假设这一份文件 这一份文件 假设5页 这份文件 100页 这个时候可能 我们就会把它怎么样 做成另外一本 可以吗 如果你做成另外一本 这两个就可以删掉了 这个段落 就可以删掉 这个段落也可以删掉了 然后 可是 所有的附录 你的目录中 一定要出现附录 因为附录是属于 内文的 一小部分 而且是最后那一部分 听得懂 就是要告诉别人说 我这个计划是有附录的 你只是要呈现这件事 所以如果说你另外一本 你就只要做这两件事结束 然后更新 可是 我现在要讲的是另外一种表现的方式 就是我那两份文件我要 要插入进来 好 怎么做 游标移到这个地方 请用 在这里插入 插入物件 插入物件的方式 把他插入进来 所以请点插入 物件 请问他是不是一个 Word的档案 是啊 我刚从网络上去抓 DOCX 所以请点这个文字档 然后我是放在下载里面 不要选错了 这个 新进人员招募简章1 插入 同样的动作 再做第二次 然后这边一样是用插入物件的方式 所以插入 物件 文字档 然后请选 在下载里面的另外一个叫做 108年度辅助证券什么 宣导活动办法插入 是用这种方式来去做的 要用插入物件的方式 这样别人内容长什么样 你就会原原本本的插入进来 还有 还有请稍微注意一下 有没有可能插入的是一个签道表 有 例如说 假设我要把历次的那个开会 开会 全部 放进来 假设我们开了4次的会议 那 4次会议 你还必须要放什么 签道 就是与会人员虽然有列名单 但是 如果放了那个 签道表 代表说 这个人真实更具有说服力 好 那签道表通常我们会 建议 建议扫描 扫描然后就请你 因为扫描之后它变成是一个什么 pdf档的话 你就用插入物件 那如果它是图片 那更简单就插入图片 对吧 你扫描 请问你 扫描文件最后可以把它变成是图片 或者是 pdf 你们的 影印机 如果它同时间 扫描功能的话 应该是可以做到 所以看你们拿到的是哪一种 因为pdf它就是一个A4A4的大小 那图片可能就是 一个满板 所以看你插入物件跟插入图片 所代表的意义 其实是在这边是差不多的 好 那我们最后呢 我们是希望把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因为附录也加进去了 我们要更新我们的目录 刚刚的内文目录并没有附录这件事 好 麻烦请 卷州拉到最上面 最上面 针对这个目录滑鼠右键 滑鼠右键 然后 针对目录哦 滑鼠右键点选任何一个目录 然后更新功能变数 更新整个目录 你去看 最下面 8 附录 然后8-1 新进人员招募减章1 8-2 108年度 是不是全部都在这边了 好 但是 刚好 刚好 我现在就就是要讲这件事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附录是 8-1是正确的 8-1是正确的 8-2不正确 你不能就这样就直接交出去了 对吧 这个10 这个10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他要做分解 他一定是做分解 所以我们要把那个分解找出来给删掉 对吧 我听懂 我们虽然是讨论到这边 可是其实你们还真实会遭遇到很多 例如说 附录里面 附录 因为讲是他有一百页 对吧 那一百页他一定有很多章节 那请问你 附录 可不可以额外在 他本身那一份文件 他可能就已经有 那个 文件的目录 那那个目录要不要放进来 听得懂我现在在说什么 好 不过 我只是觉得说 刚好我们现在遇到这个10 你要知道这个10一定是什么原因 因为刚刚我们曾经做过 所以你已经很清楚了解 这是因为他一定在某一个地方做了分解 做了分解 哪一个地方啊 因为你记不记得这个8-2 这个8-2 对吧 所以我们就在8-2这个 这个地方找一找 Ctrl键按住 然后点他 就在这附近找一找 好 然后你看现在这个页嘛 有看到吗 就是他是从第10页开始编的 没有人规定说这样子的编法是错的 对不对 因为我不知道说最原始他这文件 起来那个来自什么地方我不知道嘛 对不对 可是至少我要在这边把他的分解符号给删掉 分解符号在哪里 分解符号这是9 我看到10 9 好 那就一直往上去推了 可以吗 3 2 1 这边 不是 在这边 在这边 我先把他靠左对齐好不好 至终 靠左 反正这边有一个分解符号就对了 分解符号下一页就这个 只是因为他现在不够宽呈现 因为这边是不是48 48 这边是不是49 这边还是叫49吗 49怎么会就变成50 好 这边是不是1 所以代表这边一定有 有 从这个前面 有一个分解符号 记得吗 在这个字的前面 这个字的前面 这边 这样理解 而且这一定是分解符号 好 那可不可以delete他 当然可以 而且一定要delete delete 可以吗 这边就没有那个分解符号了 好 那既然没有这个分解符号 他这边是不是继续编50 51 这样可以了解 好 然后做完这件事上去 重新再把这个复录2 这个地方滑鼠右键 更新功能变数 更新整个目录确定 这边后面就会变成正常了 49 跟59 可以吗 不想各位能不能掌握住 就是说因为你已经做过了 原来那个目录的页码 好 我们用的是分解符号的下一页 所以刚好那一份文件 他有做 他有做分解符号下一页 因为他为了要去设计 设计他的页码 这样可以了解 好 这是提供给你们参考的 一份长的文件 最重要的我觉得 我觉得从一刚开始的多层次清单 那个地方一定要掌握住 他有个很重要的重点在这里 这个定义新的多层次清单 请把更多打开 一要对应到 对应到的是这一个叫做标题 标题一 标题一 二要对应到标题二 对不起 这个对应到不是无样式 而是标题二 这样子的话 你的内文 你的这些下面的设定 会都出现很多很重要的意义 好 再来就是页码 页码绝对是我们这边的重点 因为你要是看 给人家看你的内文的目录 他不是从一开始编 那不就是大错特错了 好 讲到这边不晓得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 想要提问的 或者是 有没有什么心得感想 就是 今天作业很简单 就是请你拿出你的 任何一个 文件 任何一个 超过 不不能只有找一页两页 如果只有两页 我想我想你肯定不会遵守 因为两页的内文 不需要做什么封面 不需要做目录 我的意思是说 找一个 你最近完成比较长的文件 然后从头到尾去跑过一次 你就会了解 正 正确的文件制作 跟 图法链钢做出来文件的差别 差别会在什么时候 产生就是修改 修改的时候 好 那 最后我想要跟各位分享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为什么要做这种标准化 为什么要做这个 把那个文章分门别类 好 就是说 这边是不是有目录 有 123 4 好 依此类推 我这个档案我就先 储存起来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做完的成品 成品 好 我就关掉 我重新 重新打开我 最早从网络上下载下来的这个档案 我要告诉各位 当我们把这个文章 标题 次标题都分门别类 我们最后有可能会产生一份书面文件 假设我今天我要 我要提供那些书面的资料 提供给别人回去慢慢看 那还有一种可能 我会希望把它做成简报 那这个书面资料 快速要把这些 标题文字 传送到 简报 然后开始去做简报内容 请问一下你是怎么做的 你是不是把成功简报关键篇 复制 选取起来之后复制 然后贴到简报的标题 就是复制它 然后打开 PowerPoint PowerPoint 好 然后贴上 接下来 那我就把这一个文字 如何 然后 贴到这边 然后接下来到这个简报文字 然后复制 贴上 对吧 因为你怎么要开始去做简报啊 还是你们没有这样应用 好 我们通常会 会 就是找很多人来听 新 例如说新产品 发表 说明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 那个新产品 一定会 有一份那个 产品的一个 握的文件 握的文件 然后我们再从那个握的文件里面 把最重要的一些新功能新特色 做成简报 然后 提供给大家 好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 这个word文件跟简报文件 真的是不太一样 我先把这个简报文件给关掉 在这个地方 我上次 有讲过有一个很棒的功能 叫做 直接把word标题文字传送给PowerPoint 我只要点一下它 刚刚那个复制贴上 复制贴上 我就不用做了 你看他自动帮我打开PowerPoint 而且不会花你很多时间 然后有了这些标题文字之后 我们把它创作成 图说文字 图解释的简报 然后让别人 把自己的新的观念想法 把它改成图解的方式 这才是很重要的 另外一个应用的部分 这才跑得不够快 但是绝对会比复制贴上 复制贴上来的快 而且你重复的动作复制贴上 做很多次 会让人觉得会想要睡觉 你看 这样是不是就做好了 有听懂吗 虽然它不够快 一分钟内也跑完了 你有可能一分钟之内做出来 长这个样子吗 不可能吧 好 下次有机会来教 来跟各位分享 图解释简报 制作 第一招 我知道从这边开始 听得懂 因为真的有很多主管 他说 快 我现在我有这份卧的文件 你能不能帮我 赶快做成一个简报 10分钟后我要去跟谁报告 他不可能拿卧的文件跟别人讨论 听得懂吗 10分钟 把你杀了可能比较好 不好笑 我觉得你们好像压力也都很大 反正现在大家好像压力都蛮大的 OK 这个功能 其实它藏在Word的这个地方 我跟各位分享一下 这个传送到 Microsoft Powerpoint 档案 选项 然后快速存取工具列 快速存取工具列 这边 这个拉到最下面 对不起 请先选所有命令 请先选所有命令 或者是选那个不在功能区的命令 不在功能区的命令 你看 就是他没有 列出来的功能 这边一堆你知道吗 大概拉到这个位置 大概拉到这个位置 再下来一点点 这个位置 这里面大概两三百个功能 这个 传送到 Microsoft Powerpoint 有看到吗 就是点新增 新增之后 他就把这个功能放在 快速存取工具列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刚开始跟你讲 快速存取工具列 你知道多快吗 下次你要做 做传送 把那个标题文字传送给Talpoint 就只要按一下他 你就可以去 喝 就是倒一杯水来喝了 回来 他就帮你做完了 听得懂 我们应该尽量的去做一些什么 做一些就是 机器要是能做的事情 就不要跟他在抢工作了 我们要做的是那个决策 或者是思考 思考 这个是机器 要花很大力气来学习 而且可能目前现在的做法就是 一件事我们就只能学一样 好 我想我们今天 大致像 跟从一个word的文件 word的文件 然后长文件该如何建置规划 就暂时 介绍到这个地方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再欢迎大家就是 写信啊 或者用LINE的方式 我们再继续建 建立一些 那个 呃 更多的一个交流机会 当然 因为我们有那个摄影 到时候 你也可以可能可以上网去搜寻 姓名 还有那个搜寻我的姓名跟我的 课程名称就是我的食物应用 应该也会找到这部影片 在Youtube上面找 在Youtube上面找 不要每次都是大陆人士在那边发言 如果说您看到建议 按个赞 对我可怕可以吗 我想我们今天就暂时先上到这边 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平安快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